查当猴子耍 枪支的来源谁叫缩的 全部瞎扯一通 甚至还传出藏在背后的大佬 早就已经逃到了境外 道上知情的人士就透露 这起黑帮火拼恐怕会继续升温 演变成对人开枪 4月10号 暗夜梦轰三枪 开启了一连串枪击序幕 朱新少年到华山帮当铺开枪 9天后华山帮找来名人会复仇 从台北一路开轰到新北 最后名人发现往内互打 急撤退 华山帮继续轰共11枪 阴暴隔天 4月20号 红人会找来枪手持冲锋枪 大白天 骚射无事一发 双倍近在10天内连环开轰 65枪 枪手接连自首 不但都未成年 最后再加倍活歹的朱新少年 更是不断瞎扯 脸上的伤自爆前一天 他无照骑车自撞公车 说自己撞破了头 为啥开枪 枪在哪全笑不起来 一下说枪丢宜兰 一下又坦诚 枪在共犯少年家 从头到尾把警察当猴子耍 这些违法的少年 多半都是就学 或救药不正常的学生 三起枪击 枪手都是15到17岁的小弟弟 两人中处不在学 一人则不常去学校 但其妈妈关不动他 被黑帮吸收 遭待后他们全部追巴紧闭 不交代枪支来源 连动机都牵托 感情纠纷 但到上都知道 背后其实牵扯 失意利益 因为红人会和华山邦 经营的毒品工厂被破获 华山邦不愿负担 一半损失 红人会愤人开枪 应爆冲突 甚至可能继续白热化 黑帮乱斗呆的全是少年 盛传帮内老大 早已出境 也让这场高调火拼 再添未知数 黑帮护杠 风起云涌 记者中程良 黄玉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